Kirby 雲蘭 有在健身房偷放屁的經驗 我只能說 當然啦怎麼可能沒有 但是要放得很小心 很唯美很看不出來 健身時最不能容忍旁邊的人 體味重 還是發出怪聲音 其實我覺得這題對我來說 我來說還蠻簡單的 其實我是不能接受發出怪聲音 因為我覺得體味都還好 體味就是你自己擦香一點就沒什麼問題 可是怪聲音的話 有時候會因為他的聲音導致我沒有力氣做下一個動作 而且我最怕聽到的是那種 然後我就 然後想說誰誰誰 會有這種想說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沒力了 所以我比較怕的是怪聲音 分享一個健身小怪癖 如果說論到健身的怪癖的話 我自己應該 我覺得不算怪癖 是我可能是習慣 像我只要健身的時候 大多都會把時間拉在練 臀部或者是我的背的部分 因為我這兩個部分本身就比較弱一點 所以如果以怪癖的話應該大概半小時 如果健身一個小時 我有半小時都在練同一個部位 所以這應該對我來說算是一個 怪癖 可是我覺得應該對長時間運動的人來說 應該覺得還好 哈囉各位Justice朋友你們好 我是房子 房子瑜 醜照舞連拍 分享一個在健身房遇到的奇葩事蹟 有 有一次我在健身房遇到一個男生 然後大家都穿運動褲 可是他穿了一件非常非常緊的 泳褲 所以非常讓人害羞 在那邊練深蹲 而且他都會故意這樣挺 然後我記得我那天非常非常害羞 我都不敢看他 平板穿口99乘法表 535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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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二 四十二 十 還可以往前伸了 挖著去十二 非常輕鬆 這太簡單了 嗨 Jaxi 朋友大家好 我覺得我今天是來這裡被你們大整的 我現在在Puma的拳擊課程這邊 然後等等我們就要來體驗拳擊課程 但首先呢 現在要幹嘛 大冒險嗎 我剛剛有聽說是不是那個 真心話都被抽走了 好 我準備好了 如果去健身房會偷看身材好的男生嗎 當然啊 這不就是人性嗎 女生喜歡看身材好的男生 男生也一定會喜歡看身材好的女生 所以我會 深蹲時 時尚五連拍 仰臥起坐三十秒 英文自我介紹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Angelina and I'm a model I love exercise and my favourite food is 豆皮 and today I'm here for Puma do you and we're having a really unforgivable experience from Jaxi 謝謝 Jaxi 謝謝 就是被餓整這樣子 好 我們下次見 我要去看看 謝謝 到天